欢迎回来 幻蝶完毕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的中国山市系列 第39期夏季 书届上回 我们说到了盛大 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 大搞游戏道具贩卖 2005年9月 上海一个不起眼的宾馆周围 几辆车来来回回 绕了一圈又一圈 气氛非常紧张 车里坐着的是 唐骏和盛大的法务 技术财务人员 他们约了私服人员 在这个宾馆见面 见到几个私服的工作人员后 唐骏没有露出什么愤怒的神色 不少关于私服道具收费模式的问题 还问盛大如果免费可不可行 一个轰动的大计划 就在这样一场小范围的 市场调研中成行了 此时的张勇 刚刚来到盛大 担任CFO 张勇在普华永道工作过11年 有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 陈天桥问他 张勇你去算一算 如果传奇免费 我们的收入会下降多少 见过大市面的张勇 也被吓了一跳 此时的盛大 已经失去了网游行业的半壁江山 与网易分别占有31%的市场份额 如果这次免费的征途一旦成功 盛大的市场份额将再次被压榨 陈天桥明白 不能再犹豫了 于是赶在征途内侧之际 盛大高调宣布旗下主打产品免费 取而代之的是设立增值服务 消息一出盛大股票暴跌 连华尔街都在担忧盛大是不是不行了 陈天桥已经惯于 从这种九死一生的博弈中寻找机遇 面对责难 他立即反驳记者说 夏天已经到了 就不要再用冬天的规则来要求我 华尔街的分析师不懂中国网游 我不会按照他们的思路来出牌 商业是一场持久战 一开始比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 接下来比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 在业内一片质疑声中 盛大凯旋而归 收割了一大批用户 仅一个季度 盛大游戏玩家人数就增加了20% 更让业界开眼的是 盛大玩家人均消费不降反增 由第一季度时的30元 提升到了第四季度时的55元 时至今日 免费策略早已在中国游戏市场广为推行 可当年陈天桥这一步 走得却无比冒险 此外 开发一款游戏 需要的周期长、耗资大 且风险极高 一直以来 盛大除了传奇世界 再无亮眼的本土游戏 但天才企业家陈天桥 再度找到了解法 2007年7月5日 盛大大手笔宣布收购风云的团队 此后 众多游戏公司闻讯而来 向陈天桥自建 于是陈天桥开展了风云计划 宣称 凡是用户数、规模、品质 达到风云水平的 都可以直接投资 一个亿以上的人民币 这种新的合作模式 高效地解决了公司的游戏产品问题 众多国内游戏公司 也纷纷更改开发方式 不再坚持完全自主研发 并引入免费模式 代理国外网游 甚至也不排斥 收购好的游戏团队 后来 陈天桥又主持开展了 18计划和20计划 推动圣大游戏的研发、创新和运营 2008年12月1日 圣大公布了2008年 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报告显示 该季度进营业收入 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9.37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据将主要对手巨人 网易甩在了身后 从游戏免费卖装备 到收购游戏研发团队 陈天桥凭一己之力 开启了中国网游的新篇章 在一次采访中 陈天桥回忆 圣大上市后 他陪妻子在上海复兴公园散步 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 才得知自己已经取代丁磊 成为了中国新首富 他把印着史上最年轻的首富的报纸 铺在草地上 躺上去 闭起眼睛 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但财富的威力 远比他想象的更汹涌 尽管他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穿着白衬衫 出现在盛大食堂里 吃着食元的标准员工餐 但他的人生已经开始失控 一年前 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现场 主持人问陈天桥 你的小孩长大以后 你让他玩游戏吗 陈天桥回答 当然 游戏是现在年轻人接触社会最好的方法 我六岁的小孩玩Minecraft 已经是专家级了 可事情突然急转直下 还是这一年 一个比他大四岁的男人 叫了一辆出租车 开到社区加油站 买了一些散装汽油 这台出租车 畅行无阻地开到了盛大办公楼下 这个男人把油胶到身上 举起了打火机 大声要求跟陈天桥见面 他说 不想伤害任何人 包括自己 只是希望解决问题 这位男子说的问题 就是他在传奇里 花钱买了很多装备 但这些装备 是不法分子用外挂生产的样品 在外挂被圣大封了之后 这些物品消失了 他要求圣大 归还游戏中被没收的虚拟装备 因为紧张 他尸首点燃了汽油 火苗迅速爬上了衣袖 同一个报纸版面上 陈天桥从首富明星企业家 变成了罪人 圣大股价也一泄千里 同年5月 《今日说法》又报道了一个15岁孩子 因传奇这款游戏 冲动杀人的新闻 点名批评传奇是精神鸦片 影响青少年的成长 网瘾专家陶红开 也抛红陈天桥嗜血成性 一时间帮青少年借网瘾 风靡全国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挤压着这位31岁的中国首富 他彻夜难眠 辗转反侧 舆论的质疑 宛若一声惊雷 将陈天桥的生活炸得七零八落 他开始减少出席公开活动 更是不止一次通过媒体表示 传奇是个烂游戏 但盛大是家好公司 为了让盛大重回安全区 陈天桥必须做出改变 陈天桥把目光落在了互动娱乐上 当时盛大内部提出了两条转型思路 一是转向移动增值服务 当时三级时代刚刚到来 移动终端的网络游戏蓬勃发展 把PC端的成功经验复制过来 无疑是最安全的 二是进行并购 拓展运营内容 从网游发展到传媒娱乐领域 我要着这两个方向 盛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当时苹果推出了一款产品 叫iPod 这款由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音乐播放器 在陈天桥眼里 并不具备技术上的创新 就是一块硬盘 一个音乐下载 及播放软件加上优秀的设计 随便一个计算机厂商都能做出来 但是 iPod的一个季度 出货量竟然达到了400多万台 相比之下 电脑同样是4000元人民币 可中国最头部的电脑企业 一年的销售量也仅有300万台 陈天桥认为 iPod是我们的耻辱 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陈天桥想要做一款硬件设备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 他抛弃了盛大高层主张的两个思路 提出了家庭战略 在当时 中国电视用户数量是电脑用户的4倍 服务中国家庭 商业前景广阔 他打算用电视 来整合9个业务模块 个人电脑 电视 手机 电影 音乐 游戏 广告 预付费 和电子商务 按他的设想 这是一个电信网 电视网 互联网 三网融合的产品 包罗万象 功能十分强大 这款产品 被命名为盛大盒子 十年后 在苹果 安卓和4G的时代 另一家中国公司 也提出了类似的 用一台硬件 连接起所有平台的大战略 这家公司叫做小米 而这款产品 叫小米盒子 是不是陈天桥给雷军的灵感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回到正题上 这个战略 对于完全没有硬件经验 和技术的盛大来说 风险显然很高 当时盛大的高层 都不支持盛大盒子 唐骏和陈大年 更是拍着桌子反对 2004年下半年 盛大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 会议前 陈天桥鼓励大家 表达真实意见 言无不尽 但一番争议之后 陈天桥亮了底牌 他神情严肃地下了死命令 这个事情 现在不是做不做的问题 而是谁不做 谁走人的问题 这段时间 在盛大每个办公室的入口 都会贴着CEO陈天桥写的一篇 《论转型的实质》 其实 搞一言堂 是陈天桥多年来的管理模式 在盛大 陈天桥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员工们 充满敬畏地叫他乔哥 毫不夸张地讲 从餐桌到卫生间 只要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事情 都有陈天桥的影子 此后 盛大盒子 成了陈天桥唯一关心的事情 他像当年豪赌传奇一样 将全部心力 投入到这个项目上 甚至不停地从游戏业务上抽血 来供应这个项目 陈天桥 以两倍工资的方式 从华为 微软等企业 也蛮是挖角 一口气招了近1100名工程师 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大佬 讨论元宇宙一样 当年盛大盒子 也震惊了互联网圈 马云看完了盛大盒子的模型 兴奋地说 就是这个方向 当场敲定合作 满心期待淘宝登上电视 李彦宏也跟陈天桥一拍即合 给出了百度搜索和音乐下载的使用权 新浪的资讯 新东方的在线教育 以及证券之星的股票服务 都被装了进来 2005年1月 陈天桥对外宣布 盛大将进军网络电视 那是陈天桥最兴奋 癫狂的一段创业时光 他一度对外表示 就算卖了股票 也要做网络电视 坚定的新赛道 充满想象力的增长故事 陈天桥一脚就将油门踩到底 战略目标 陈天桥希望这个目标 在8月份就要实现 但是比起深圳 在上海的盛大 严重缺乏上下油产业链条的积累和布局 而且此时iOS和安卓还没诞生 盛大只能和当时的霸主 微软英特尔合作 盛大盒子研发进度难以推进 就算陈天桥亲自挂帅 项目研发仍未达到预期 原本计划在8月8日发布的产品 后来推迟到了8月18日 8月28日 9月28日 最后赶在这一年结束前 耗资4.5亿美元的盛大盒子 终于正式发布 但仍然比苹果TV的面试早了一年 由于当时的盛大盒子 采用了英特尔的芯片和微软的系统 加上研发周期漫长和巨额的投入 导致其成本非常高 为了平衡成本 该产品的市场售价高达6850元 这在2005年可以说是天价 盒子一问是 陈天桥就给盛大高层 每人都发了一个 可第二天上班时 许多人抱怨 摆弄了一晚上都没搞明白 盒子怎么玩 市售情况同样不如人意 盛大委托了浙江义乌 一个很有实力的经销商 帮助市销 但在义乌这样一个典型的高端富裕市场 一个月才卖了20台 其中还有不少是私人关系 但一切还有改进的机会 当时的盒子 最缺乏的就是内容 为此陈天桥展开了并购 盛大先是收购了原创文学网站奇典网 还差点吞下了新浪这个互联网巨额 对这段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翻一下中国山史第十期 粤文集团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接着陈天桥又开始布局电影 电视等视频资源 要知道这一年 土豆才刚刚成立 优酷和爱奇艺还未萌芽 整个视频行业的版权 牢牢把控在传统的电视台手中 而网络电视 也是电信与广电总局利益缠斗的战场 在内容出版和发行上 可谓是严防死守 盛大毫无插足之地 但陈天桥不信这个邪 经过改进 2005年12月12日 盛大又在北京推出了简略版的盒子 一宝 一宝分为两种 一种是基于个人电脑的EasyPod 一种是基于电视与宽带平台的EasyStation 巴掌大小 售价458元一套 包含一个遥控器 一块电视卡 还有配套的软件 虽然一宝依旧算不上一件好的产品 但陈天桥还是看见了曙光 因为价格便宜 第一个月 一宝卖出了100万套 这个月 陈天桥出现在北京 首举盛大一宝的遥控器 激昂地说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 都想做这个东西 都失败了 但今天 一个中国人做出来了 我要用我手中的遥控器 开启3亿用户 然而 此后几个月 一宝的销量始终徘徊于几十万 再无增量 2005年5月14日 国家广电总局 颁发了网络电视业务的第一张牌照 并发布规定 开办网络电视业务的主体 必须是省级或省会市的 广播口直属单位 显然 盛大不处于这个范畴 到了2006年4月 广电总局 更是直接以盛大为反面教材 一直禁令 叫停了他的所有网络电视业务 来不及惋惜或嘲讽 盛大盒子就迅速销声匿迹了 随后 盛大医保官方网站 在2006年4月24日起 也停止了更新 6个月后 广电总局 先后向上海文广 央视国际等4家单位 颁发网络电视牌照 盛大不再齐烈 事实上 2005年 中国借用宽带的用户 不过2833万户 普及率仅仅为3.84% 宽带网速也仅有512K 可以想象 即便盛大盒子全面铺开 受困于当时的网络条件 用户也很难获得 游戏和视频业务的完美体验 而且 随着后来视频网站兴起 盗版横行网络 用户更加没有理由 去购置盛大盒子 据统计 陈天桥在这个项目上 投入了近10亿美元 仅购买内容 就花费了4.5亿美元 而2005年 盛大第四季度 净亏损5.4亿元 与往年约2亿元的季度净利润 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一年 公司的2000多名员工 陆续走了500多人 甚至盛大副总裁兼CFO 李蜀军也辞职 失控的局面 从盛大盒子中了的那一刻 开始弥散 2007年 张勇跳槽去了阿里 从此商界多了个逍遥子 马云还特地为此 向陈天桥登门致歉 几个月后 唐骏离职 如同来时的仪式感 陈天桥又为他办了场 隆重的欢送会 痛失左膀右臂后 陈天桥对时任新浪副总编的 侯小强三顾茅庐 在侯小强确定加入盛大后 陈天桥对这员大将可谓体贴入微 甚至亲自打电话 问他是否需要上海户口 2008年7月 在北京一家酒店 陈天桥高调宣布了 侯小强出任盛大文学董事CEO的消息 4年前 在这家酒店 陈天桥也为唐骏 举办过同样规格的欢迎会 但后来盛大文学几经内斗 最终以侯小强出家收场 2009年 盛大游戏从盛大网络中分拆出来 独立上市 由谭群招出任董事长兼CEO 盛大游戏这次上市 募集了10亿4千万美元 再加上原有的历史积累 陈天桥手握20几亿美元的现金 可他并不想把这笔钱 用在盛大游戏身上 而是想要继续大规模并购 先打通产业链形成平台 以后再慢慢梳理业务 此时的盛大 已经多年没再出过爆款游戏了 谭群招对陈天桥的战略存疑 他想先把游戏搞好 并提出要做一款叫零世界的网游 但盛大是陈天桥一个人的盛大 能左右盛大命运的 也只有他一个人 谭群招盛大游戏CEO的职位 有名无实 在陈天桥没有松口的情况下 他孤立无援 而手握巨资的陈天桥 如愿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 零酒架构计划 一桩并购交易案 从提交报告到交易完成 最短只需要两个星期 陈天桥游走于各大公司中间 有些老板抵抗住了他的公事 比如歪歪 迅雷 优酷360 也有些老板欢欢喜喜拿了钱 成了这个互动娱乐梦的一员 比如华友世纪 库六网 荣树下 肖香树月 2010年11月 盛大举行了十周年庆 甚至多位国家领导人也来公司视察 陈天桥意气风发 盛大帝国对外光彩夺目 谁都不知道 盛大内部已经千疮百孔 在09架构下 完成多家互联网公司并购后 陈天桥强行统一步调 仓促地要求各个独立内容业务板块 与盛大在线牢牢捆绑 其间夹杂了诸多不情愿 最委屈的 就是谭群昭手底下的盛大游戏 长期扮演着现金奶牛的角色 不仅需要将营收三分之一贡献给盛大在线 还需向集团输送分红 重复之下 盛大游戏 沿袭了陈天桥的角色风格 一旦一个项目进展不力或表现下滑 就会立刻遭到抛弃 盛大游戏的高管们曾问陈天桥 我们可不可以与外部寻求合作 可不可以不用盛大在线 不用胜负通 得到的是 陈天桥斩定截铁回答 不能 如果不用胜负通 用支付宝 那就是对我的背叛 黄粮梦醒天翻地覆 盛大游戏 终于也到了撑不住的时刻 2009年 腾讯的网游收入 一举超过了盛大成为第一 并且凭借QQ 拥有了比盛大更多的粘性用户 雪上加霜的是 陈天桥本人的健康也出了大问题 早在2004年 当陈天桥坐飞机 从上海飞往北京时 他感到胸不剧痛 当时他认为自己是心脏病发作 于是在飞机着陆后赶紧前往医院 但医生告诉他 他的心脏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惊恐发作症 到了2010年 陈天桥的症状愈发严重 天黑之后 陈天桥想出门散步 妻子洛千千都不放心 隔着一间屋子的距离 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这一年 陈天桥还诊断出了癌症 只能出国求医 在国外治疗期间 他日渐倚众盛大总裁办 当时盛大的总裁办有二三十名成员 多是年轻的名校海归精英 有着靓丽的背景 不过他们大多没有实际从事互联网行业的经验 很有如今自杰偏爱咨询出身成员的影子 有声音说 这群人之所以受重用 因为容易控制 在业务方向的争辩中 总办负责人常常译 也许我不懂业务 但我最懂乔哥作为胜利的结语 而陈天桥赞赏当时的总办团队 为最优秀的一届 2011年年底 身在国外的陈天桥 反思了09架构的失败 决定慢下来 次年盛大完成私有化 随后他将自己疯狂买下的一系列 边缘性资产全部出售 打起了收缩性战略 盛大业务中心开始回撤 但盛大已经回天乏术 2012年四季组 曾经不可一世的盛大游戏 拼尽全力 才完成每天400万元的营收指标 还不到2009年的一半 2013年 盛大又被搜狐畅游超越 失去了网游行业前三的地位 这两年里 昔日曾跟随陈天桥 打过江山的多位大将 也都离他而去 当初陪他走进那套三军时的谭群昭 弟弟陈大年 还有爱将侯小强都离开了 谭群昭离职时 陈天桥给了他一个 有功有过的模糊评价 弟弟陈大年离开后 陈天桥的《有你》签名 改成了又是一年 而2013年年底 侯小强也辞去盛大文学CEO职务 宣布皈依佛门 盛大此刻几乎只剩陈天桥 故军奋战 疾病剥落了科技的优越 文明的安逸 常年掌控盛大 称霸互联网 甚至已经改变世界的陈天桥 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 沉寂过后 2014年11月 盛大网络宣布整体出售盛大文学 腾讯出资接手 同年年底 陈天桥又宣布 现任盛大游戏董事职位 抛出所有盛大游戏的股票 随后 陈天桥花了两年时间 学习脑科学原版教材 又与斯坦福大学 哈佛大学 加州理工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等 世界一流名校校长会面 等2016年 大众再看到他的报道 是他用10亿美元作为基金 用于支持脑科学研究 同时 他还向加州理工大学 捐款1.15亿美元 成立陈天桥洛千千研究院 聚焦大脑探知 大脑相关疾病治疗 大脑功能开发这三大领域 珍爱生命远离互联网 关爱脑部健康 或许成为了这位互联网教父 新的人生信条 回顾陈天桥 在互联网行业的16年 领先时代四个字 精准概括了他所有的战绩 2000年 开发出中国第一个图形化网络社区游戏 运营了中国第一个动画网站 2001年 打造了中国第一个爆款网游 2003年 发明了移动电子支付 2004年 首创了在线K格软件 2005年 宣布游戏免费 研发智能电视盒子 2009年 率先试图构建互动娱乐大平台 2011年 投资中国第一款语音聊天工具Talkbox 说盛大点亮了中国互联网的黎明 一点也不为过 但遗憾的是 盛大却倒在了黎明前夜 如今盛大的余晖已经散尽 但仍有人在踏着陈天桥的脚印前行 在盛大退场后 乐视 小米成功研发了智能盒子 阿里将移动支付发扬光大 又成立了阿里影业 买下优酷土豆 推出了阿里巴巴文学打擂台 为了补上最后一环 马云还撕掉了 以永不投游戏为底线的标签 入股美国移动游戏开发商Kabam 并在后来推出了灵犀护鱼 百度挺进视频行业 运营了百度视频 爱奇艺 整合了纵横中文网 百度书城和熊猫看书 并设立了百度游戏 腾讯收编了圣大文学 打造了自己的IP王国 运营了腾讯视频 还成为了手游的霸主 托克维尔曾说 成功的革命改变了一切之后 你甚至想不起来革命以前是什么样 这些年 不停有人反思 圣大究竟错在了哪里 或许 我们可以用商业世界中 著名的半部理论来解读 一个先进的产品必须兼容市场 领先半部才是最佳状态 但对于陈天桥来说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快到了没有敌人 也没有路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